第二个三题 某日在律动教室上课时 以盼和墙的平面的距离原本为两公尺 请问如果他想要和镜中的成像距离变成三公尺 他要如何的移动 这题要考的东西叫做物据等于相距 以盼在我们的镜子的前面两公尺 物据等于相距 虽然相距也是两公尺 两个合起来就是四公尺 如果我希望他的我们的距离是所谓的三公尺的话 那么这边就是一点五公尺 这里就是一点五公尺 所以我从离镜子原来是两公尺 现在变成离镜子一点五公尺 所以又表示我需要往前走 零点五公尺 所以我们的答案选的就是A 前进零跟五公尺 第二个三题我们答案选A 前进零点五公尺